那楊教練好像有去跟天津師講說 絕對要把他打得 這個立刻就回到演藝圈 對 我們先講那個彭恰恰 那一開始就跟我們講說 他的肩膀有一點痠痛 所以今天沒有辦法標出球速 我就跟他講說 你可能是在控球跟球速慢 才是一個武器吧 你如果標得很快 正好是他們打擊練習 那我也去跟天津的教練 跟他們講說不能手下留情 你一定要尊敬你的對手 然後最好是一局啦 五支拳內打的行程 那他直接一定要打到 由總教練把那個彭恰恰換下來 受不了教戰 甚至第一局要把他換下來 好啦 這一場對抗賽的第一局 正式的展開 這球其實投的也還蠻不錯的 真的好漂亮 這個球沒Q 抱歉 主持人還是蠻硬的 面對的是楊順毅 第一個球是一個壞球 這就是一個好球 那楊順毅呢 在昨天第一場的對抗賽當中呢 四個打數有一支安打 一分的打點 那今天在整個 天津市隊的一個先發陣容呢 在野手的部分 跟打擊陣線 棒次的部分是跟昨天呢 是完全一樣的一個安排 那在先發投手方面 今天安排的是 背號31號的孫健貞 看來看彭佳佳佳喔 七彩變化球都有啊 這個變化球還差一點 跳中 很準 其實這樣的一個狀況 對天津市隊的球員來講 也有某種程度的一個壓力啦 基本上你面對一個50多歲的 爺爺然後又聽說他是藝人 打好是應該的 打不好可能就麻煩 這一個球最後是賺出了界外 不過打一輪真的不好打 因為要面對他的七彩變化球 再來就是說 快速球又帶不進來 這種情況 打一輪的適應啊 可能對彭佳佳來講是有利的 不過這時候 這個話說回來 碰果到目前為止 至少這個打擊 當然還沒有完成的表現 也在在證明了 控球真的才是投手的靈魂 基本上有控球的話 雖然球速慢 但是不自己投的太糟精啦 結果這個球 達成游擊方向的滾地球 就要靠陳俑基啦 沒有問題 順利的解決了天津師隊的第一棒 我是拜託這些天津師 要努力打耶 要打五隻拳內打 對 你不要說 PUNK今天大概是投一局嘛 我本來是跟他講 十個球就好 你不要那麼勉強 但是他說他要投一局 那他既然要投一局 你不要一局讓他自... 三上三下 對,開始有自信心說 他要回歸到球場來 那就糟糕了 現在輪到第二棒的指定打擊 侯鳳蓮 不是有講好嗎 楊教練不是有去交代說 這個時候不能偷點 侯鳳蓮事實上是先要上壘 不是有講好不能偷點的 這個球 投手好像有稍微擋一下 有有有有 稍微碰到他的身體 碰到他的手 反應還蠻快的 反應真的很快 不過防務員還是先上來看一下 要要要 碰過這時候 你在叫他怎麼下的他不可能 不可能啊 要治療也會 這一局頭晚才會回來治療 不過 整個身體的狀況非常好 這個球打得這麼強勁 能夠閃得過去 對 真的不簡單 反應真的夠快 稍微擋一下不過 這是一個穿越安打的 你看我們鏡頭都來不及移 他這個球已經到了 夠快 這時候碰過的棒球魂整個 昇華了起來 怕死人 沒有,不用怕 因為今天碰過要去投球之前 我就抓一抓他的肩膀 抓在他的身體 他的胸肌很雄厚 真的有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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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本來先幫碰哥加油 現在要幫天津師加油 天津師加油 天津師加油 真的要加油 再沒有上壘 我的老虎 這一局三上三下 直接算口鬥 比賽競勝 我現在怕的是這樣的 怎麼樣 這場比賽本來是統一要做調整 對 那碰哥 安然的度過第一局之後 他如果再要求他要投第二局 那事情就很重要 你知道嗎 中島節度不太好一直拒絕 對啊 也投得太好 奇怪 我們今天這場比賽 轉播怎麼變得好像下個禮拜 的公益明星賽 好啦,這也是難得熱身賽 讓大家輕鬆一下 而且看起來 哇 碰哥是有備而來 就這一個球 打到了右半邊 安打了 對 雖然你看這種 雖然比賽滿嚴肅的 但是 碰哥一加入 那個感覺就不一樣了 對 不過今天就球技面來講 事實上他是 真的是來真的啦 到目前為止 確實也 包括賽前的準備 熱身 事實上都準備得相當好 現在是兩出局之後 王靖超呢 敲出了今天這場比賽呢 天津市的第一支安打 到目前看起來 碰哥是來真的 天津隊也是來真的 真的 就賽前我跟他們簡告過 北塞金哉爸爸 他們確實也很努力在打 這個球打成了一個界外飛球 捕手 到界外區 把上次往的飛球 給歇煞也結束了這個半局 王嘉嘉表現相當的精采 讓天津市留下了一個殘壘 並沒有攻下任何的分數 超級大學 很強行 超級大學